所以我們這邊最靠近這個樹叢的地方 我們要稍微輕一點 然後下面要用力一點 就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一筆畫過去 慢慢變重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這次要跟大家介紹的筆刷 是專門用來畫日系動畫背景的地板 然後這裡有兩支筆刷 分別是A和B 那我先畫一下A和B它的效果 這是A的效果 然後 這是B的效果 那A和B的不同的地方就在於說 A的質感稍微偏寫實和銳利 然後 B的質感 會更手繪 然後筆觸帶有模糊的感覺 那 這兩種效果在日本動畫卡通上面都有 而且在同一部作品裡面 甚至是同一個鏡頭 都可以同時出現這兩個質感 所以 所以這兩支筆刷它可以 單獨使用也可以混著運用 這裡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它的筆刷的顏色是可以更改的 然後它的亮色是依據前景色 暗色是依據背景色 所以如果剛剛的顏色是這樣 那我現在把前景色改的更亮一點 然後背景色改的更暗一點 那可以預期它出來的效果對比就是會增強 好 那這邊這個就是畫錯 因為 我沒有把顏色切為前景色 那這樣它就會 只吃到 它的亮色和暗色就會同時都吃背景色 所以一定要記得切回前景色 這樣它才可以吃亮顏色 好 那重新再畫一次 那它的顏色就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也可以選選看不同的顏色 比如說更 更綠一點的 然後更亮的 然後這個誇張一點的 給它選紫色好了 記得要切回來 那它就會是這個效果 所以它其實很方便使用 顏色也很方便使用 然後你 我試一下兩個材質的混搭 先把顏色調回來 顏色大概就這樣選 比如說你黃色這邊 你大概選到這個位置 然後 另一個顏色你就選也是黃色 但是 在下面 從這邊選下來 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畫出差不多的 蠻OK的顏色 就可以選得比較準 又忘記接回去 大概這樣 然後 A 其實你畫在裡面這邊的話 它基本上也是不會有接縫的 然後它可以同時 你如果想要讓它看起來更細緻一點 就多加一點A 那更卡通一點就多加一點B 這樣 然後 另一點就是 這兩支筆刷它都有持感壓 所以 所以你如果輕輕的畫的話 它會看起來像遠處的地板 那你如果 很用力的話 它看起來就是 有點像從上往下看的感覺 從人的頭頂看下去的感覺 那中間再結合 其實就可以有一個 從遠到近的景深感 所以這個筆刷也可以做到 這個景深感的效果 好 那這支筆刷介紹就到這裡 好 那我們接下來把這個筆刷 用在這一張 只插地板就差不多要完成的 一張背景圖 那首先我先用 A筆刷來 來完成它 所以我們這邊最靠近這個樹叢的地方 我們要稍微輕一點 然後下面要用力一點 就大概是這樣 顏色要選對 這顏色選錯 那再重新選一次 我一樣大概是調這個位置 然後按部大概這邊 好 切回來 好 然後開始畫 A的 因為靠近下面要稍微用點力 這樣子它 它才有那個景深的效果 那上面再補一下 好 這樣A的就差不多 這裡可以這樣 A的差不多就這樣完成 然後畫B 也是一樣 縮小一點 然後這裡用力一點 好 B的完成 然後我們可以再做一個A加B的 我覺得B的效果比較好 所以我用B為主 好 然後在上面 加一點A 混進去 那這樣子混起來 其實它接的和 整張圖接起來的效果就還不錯 那我們可以放帶來看 它其實細節啊 筆觸感啊 都 很OK 是很符合我的需求 那這邊有一個偷吃部 就是其實 我有先加這兩個圖層 一個色彩針子 一個加量顏色 那這樣讓這個地板 跟這整張圖會接的比較順 那我們現在可以重做一次 那我先把它這個關掉 那加量顏色就是讓這個地板 畫下去之後 會稍微帶點顏色變化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好看 然後這個色彩針子 就是讓它跟其他物件 稍微做一個銜接 那這邊可以重做一下 其實這個很快 那我們先做色彩針子 就是一些陰影的部分 那選一個噴槍 然後選暗一點的顏色 那在這個物件之間交界處 稍微畫 稍微撇一下 那這個比較 比較薄的就是輕輕的畫過 短一點小 那個小一點 筆刷小一點 然後這個比較厚 厚的就給它用 粗一點的筆刷 好它這樣這樣就可以 然後再加一層 加量顏色選發光 用 用一點黃色 我們現在帶一點黃色的光 然後一樣噴槍 這邊畫一下它就 它就有蠻不錯的顏色變化 在這上面 好那這樣大概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跟大家講說 這個筆刷組要去哪裡載 好那 大家打開CSP之後 左邊這邊有個素材庫 這個綠色的圖標 那素材庫點進去之後 在這裡 搜尋的地方 打GGENE 我的ID 然後按Enter 這樣就可以看到我所有的筆刷 那這次講的就是這個動漫背景地 然後點進來 這邊就可以按下載 然後下載之後呢 它會 它會變成這樣子的檔案 看一下喔 這樣子 它會變成這兩個檔案 這兩隻筆刷檔案在這裡 然後那你就到這邊 返環至這個 好那進來之後 我們把剛剛這兩隻筆刷 隨意拖到其中一個 你可以在筆刷的欄 你也可以在各種 這邊都可以 然後假設我放在這裡好了 那我就把它拖到這裡來 好那這樣你的筆刷就進來了 那我們現在先 試看看 新增一層 好這樣就OK了 好那大家可以試用一下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